224 《文匯報》 激進組織遊行域法官食廟示法庭法界批抗議實說打贏要約租定罪療刑罰嚴重 2015年7月27日香港新聞A08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張德文 一批激進組織成員聲言不滿法官的一宗判案 昨日最終遊行到最高法院抗議 有激進組織成員更公然展示人渣標與來侮辱判案的法官 並聲言會繼續採用激進手段進行抗議 有法律界人士指出 有組織作日舉行的抗議活動時恕打贏要的行為 有人在活動中公開侮辱法官 本身就涉嫌藐視法庭罪 若一旦定罪其刑罰將會更加嚴重 事件源於今年3月1日下午 以本土民主前線及熱血公民為首的激進組織 假光復元朗為名 聚集一批人到元朗進行所謂反水貨客行動 期間在場維持秩序的警方人員為阻止發生衝突事件 經常要將兩派人分隔開來 由於有人不斷衝擊警方防線並與執法的警員發生肢體衝突 警方為此當場拘捕了多名攝氏者 其中 4名被告3男1女 分別被控襲警及阻妻辦公罪 並於6月29日在屯門裁判法院開審 4人被判罪成遭吹捧便議事裁判官陳碧橋於7月16日作出宣判 指4名被告襲警及阻妻辦公罪名被裁定全部成立 其中 首被告14歲男學生 及第三被告船務主任吳麗英30歲 襲警罪成 次被告學生曠震亡20歲 及江大學畢業的第四被告潘子行22歲 左妻辦公罪成 陳官更特別指出 女被告當日以兇口狀向執法的總督察陳家寶又上悲 而他事後更誣滅總督察非黎 是非常惡毒的行為 令陳家寶在職業上及名譽方面受到很大傷害 法官監獄4人罪行嚴重 指判感化令及社會服務令君遠遠不救 需要判處阻嚇性刑罰 該案將於本月29日宣判具體刑罰 其間4名被定罪者須還夾 數十名本土民主前線及熱血公民成員 昨日下午聚集在銅鑼灣舉行抗議活動 據記者所見 參與者中有不少是屬於港獨組織的成幫派成員 剛出任本文前發言人的梁天琦聲言 不滿屯門裁判法院的有關裁決 將被判罪成的4名被告吹捧成議時 有稱本月29日環會發動支持者 到屯門裁判法院聲援4名被告 展示判案法官照片寫上人渣其後 一憑人在本文前召集人王台洋等率領下員 園尼斯道遊行道金鐘高等法院 其間,有人在遊行隊伍中公開展示判案法官陳碧橋的照片 並在上面寫有人渣的字句 對於有人遊行中展示涉嫌侮辱判案法官的照片及標語 有法律家人士在接受本部訪問時指出 此行為屬於公然侮辱判案法官 也明顯涉嫌藐視法庭行為 他認為如有關人等的行為一旦被判有罪 其刑罰肯定會非常嚴重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